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法师 各位学员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讲的是 应顺导师的成佛之道 我们讲到第四章 那么动机讲完 之后呢就是根性 我们要配合这个科判表 有没有看到 那根性里头 是不是有个总标 那么总标以下 是不是有个别序 分别的叙述 有什么样的根性呢 有在家出家的根性 有独住共住的根性 有性型 法型的根性 然后会有一个结说 虽父种种意 同修出家行 不管哪一种根性 只要发出离心 那是不是都能够走上 这个三圣共法 那三圣共法又称为什么呢 解脱道 又称为生文圣法 生文圣法 五圣共法又称为什么 人天圣法 人天圣法 那么三圣共法的当机者 是生文跟圆绝 不过呢以生文为主 以生文为主 好 所以我们现在 所要讲的是 随机立三圣 正化于生文 发出离心 来修出世法 出世法 根基并不一致 统设来说 那么佛陀从来 不谨责众生 也不会抛弃众生 对不对 所以佛陀向来都是 随顺听众的根基 那么应基说法 观基斗教 对不对 所以也就安利了三圣的差别 那这三圣呢是什么 生文圆绝跟菩萨 所以我们说 菩萨是不是要通过 五圣共法 三圣共法 而达于大圣不共法 菩萨是不是彻头彻尾的 那人天圣法呢 就第一个阶段完毕了 就没了 要再上去 那么就得要什么 三圣共法 那么当机者是生文 那妙法联华经也讲 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 那出世法 其实出世法都是观什么呢 圣生意 所谓的圣生意呢 是观表象还是观因缘 观因缘 那所以一旦生 那么必然细 一旦细的话呢 是不是就要不厌其烦的 能够深入经葬 所以呢 四地十二圣起法 也都是透过因缘法 所构成的 乃至菩萨道的六度万恨 五度如芒 是不是还是波瑞为达 波瑞是不是专讲因缘法 所以呢 透过因缘法 其实也才有机会 怎样向上提升 因为我们如果 着于表象的话 是不是很容易 往下堕落 好 那在三圣共法当中 正化的是生文圣 那么菩萨跟圆诀 可以说只是什么 旁化 当机者还是以生文为主 那么三圣共法的这个 奥含经里面仅有二位菩萨 一位就是还未成佛之前 有释迦菩萨 还有呢 这个弥勒菩萨 几乎在三圣共法里头 不以菩萨为主 但是菩萨 还是要经过 这个过程 对不对 菩萨还是要有 出世的智慧 只不过菩萨的 释入的慈悲 更深重一些 那么也才构成了 菩萨道 那当然 如果以菩萨为主呢 那就是第五章的事情了 大声不共法 那所以透过六波罗蜜 乃至到十波罗蜜 为什么会有十波罗蜜呢 其实在菩萨道上 从出地到十地 也几乎就是所谓的十波罗蜜 那原觉来说的话呢 它是无师而独觉 是不用丙受教法的 也就是 有时候我们可能投生在 没有佛法的地方 但是因为具有素式的善根因缘 是不是一样还是有机会 这个深入佛法 透过因缘而觉悟 所以我们光是从原觉 这样子的一个名相来看 我们就知道 是不是还是透过因缘而怎样 而觉悟 而开悟的 而解脱的 所以申闻圣 申闻圣来讲的话 在天台中也称为三藏教 因为天台中前面我们也讲过 也提到了藏通别缘 藏教 它属于藏教 藏教 那也就比较以原始佛教为主 原始佛教 布派佛教时期的佛法为主 所以我们说大圣佛法的法源基础 是不是也是从奥汉来的 从奥比达摩来的 只不过那个时候的 佛法来说的话 比较怎样 质朴 是佛法的诞生期 跟什么 童年期 是非常的质朴 到大圣佛教才进入了少壮期 少壮期 但是呢 因为这个都是 比方都是人生的一个必经过程 那我们也得要 虽然大圣佛法是少壮期 但是我们也得要往前去追溯 那所以呢 深闻圣 深闻圣解脱到呢 它充满了佛法的本质 到大圣佛法是不是就发展得更元首 它的这个深度广度更大了 但是我们要看看那个佛法的原味 原味 好 那接下来 就别序 有在家出家的差别 解脱到远离苦乐之二边 顺色乐行者在家修法行 顺色苦行者出家坐沙门 所谓的解脱到 解脱到呢 主要是远离苦乐之二边 苦乐之二边 因为在佛陀的时代 佛陀在世的时代 在印度社会的风上 走上了极端的路线 最极端的呢 那么有庸俗的顺势外道 也有信誉崇拜的骗入外道 以男女交合为大乐 看作生死解脱的妙法 这些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后来大圣佛教 是不是也发展到有这种状况 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不是属于佛教的 这是外道 这是外道 不是佛教的 但是因为大圣佛教呢 它吸收的东西多了 所以我们都会以为 那好像佛教是怎样 那是错的 尤其这个婆罗门教 印度教 那还有呢 极端的苦行 就是禁欲 克吉 这个克吉主义 极端苦恨的克吉主义 那这是出教外道 乃至还有更极端的呢 奇纳教 他们几乎都是什么 罗形 罗体啊 我们去印度也碰过 确实 他们到这个时候都还这样 完全不穿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但是在印度来讲的话 奇纳教也是很重要 很有分量的一个宗教 他们的素食 他非常强调素食 而且他们的素食 比一般素食还更 还更要求的更高 就是连根 属于植物的根类的 不能吃 像番薯 马铃薯这类的 我们说 我们素食会不会吃这个 会啊 但是因为它属于根部的 它怕影响着将来的成长 他们的更严格 乃至于他们所从事的行业 也不能是杀生的 所以后来他们就走上了什么 就从事矿产 然后呢 做钻石 印度的钻石的 钻石的事业 很多都是奇纳教在做的 它反而非常的 非常的富裕 非常的富裕 当然奇纳教这个罗形外道 他们也有沙门 所谓的沙门就是出家的 那不是出家的呢 那么就是 当然就会有事业 那在印度很特别 就是宗教领导政治 我们普遍来说 所有的国家都是政治领导一切 对不对 那印度来说的话 它四性阶级最高的是什么 婆罗门 然后才查地利 婆罗门是宗教的 宗教的 宗教师的地位高于什么 查地利 王公贵族 然后才是什么 室农工商 最低的是奴隶 所以呢 如果在印度 印度很 比较特别的就是那个 麦当劳 麦当劳的汉堡 卖素食的 在印度非常普遍 如果去印度的麦当劳呢 如果跟他讲说 我是奇纳教徒 一定要拿 那个素食汉堡给他 如果你拿荤的 他可以去告你 所以 有时候我们说 我们要学佛 因为佛陀毕竟是诞生在印度 我们要知道印度的民情风俗 这个人文 这个社会人文的方面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习惯是什么 所以他们有各种沙门 佛教出家 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沙门而已 叫做四种沙门 有没有 因为释迦摩尼佛嘛 所以我们说 我们叫四种沙门 其实他们沙门多得不得了 起码九十六种爱道 在佛陀那个时代 所以佛陀 所以在佛陀那个时代来说的话 他们的那种极端的苦恨 是非常普遍的 是非常普遍的 那么他们的想法 会以为 把身体色身苦到极限 我们的精神就升华了 很粗糙的想 是不是好像也颇有道理 那世尊在成道之前 是不是也实验过 六年的苦恨 那是不是还是放弃了 也去禅修啊 但是还是没办法解脱 所以呢 西达多太子 那个时候还没成佛嘛 虽然他也是一个苦行僧 因为他们 这个僧就是沙门 在印度不一定是佛教 在中国的话 出家的大概只有佛教吧 好 那所以呢 佛陀 然后世尊成道之前 是不是也放弃了苦恨 那么到尼连禅河去 这个沐浴了以后 接受了牧羊奶的 牧羊女的这个养奶 对不对 然后呢 到菩提树下去禅作 其实透过七七四十九天 是身观因缘法的平等性 叶独明心而开悟 而成道的 所以 而成道 而有佛陀 而成就了所谓的 而成佛的了 而成佛 之后是不是才开始有佛法 那佛陀在当时候 那么成道的时候呢 那么也有人 这个 含着琴 经过他的面前 那么佛陀就 也深深地体会到 这个琴声要好听 要怎样 不松不紧 所以佛陀所揭示的 就说我们出家 我们修行人的 不只是出家人 修行人的生活态度 应该是什么 不苦不乐之中道行 不苦不乐之中道行 因为极端的乐恨 极端的苦恨 其实都不对 但是 我们在中国来看待的话呢 如果有人 某某人苦修苦行 我们是不是也去之若物 也是非常的崇拜啊 那佛陀赞成吗 并不赞成 因为解脱的关键在什么 在智慧 在智慧 这个不苦不乐的中道行 是从什么 从因缘法来的 是不是从因缘法来啊 因为在世间呢 都往往是什么 相对的两边嘛 相对的二边 不是生就是灭 不是苦就是什么 乐 那 其实这个苦 生与灭 看起来是相对的两边 是像 是现象相对啊 是在现象上的相对 对不对 因为我们生来 其实都习惯看相 习惯 以相来思考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一旦有人生小孩 我们就说 庆生 庆生 一旦有人过世 是不是就要举行告别式 有没有人高兴 非常高兴地去参加 是不是都很哀伤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着在这个相上 那要能够不着 要如何呢 那么就是要生观因缘法 要观因缘哦 就不是在看现象 为什么会生 为什么会灭 是因缘的问题哦 生灭之间 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界限 为什么会生 因为这个力量强 为什么会灭 这个力量强 这样有没有看懂 其实生与灭 它不能 其实也无法同时存在现象 也就是说 比方我们现在是 看到原生的像 我们现在在这里 听课是不是也这种原生的像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不像 原灭的状态啊 到下午 到傍晚是不是就原灭了 其实这是动态的 生与灭之间 有没有界限啊 是没有界限的 其实是没有界限 因缘法它本来就是 充满了平等性 所以这个叫做 中到不二 因为不二 它不是相对的两边 不是相对的两边 叫做不二 也就是说这边信空 这边是不是用信空来看 这边也用信空来看 那用信空很麻烦 所以就用两个什么 否定式的符号 这是不是叫做不二 不二 而叫做什么 中到 这个就叫中到 就如同我们设身 我们的生命也是原生出来的 其实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原灭中 所以我们的生跟灭不是能够切成两件事 其实是现在是生中待灭 是不是又灭中待生啊 今天原灭了之后 是不是又带着下礼拜再度原生的生的那个因缘啊 这之间有没有界限 就如同我们的优点缺点 优点缺点是不是也是点点点点 能不能切开来 是不是切不开来 这样比较容易理解 如果能切开来 都请各位把优点带过来 缺点放家里 这样懂吗 是不是都一起带啊 而且我们的优点缺点也不是一定的 有时候优点变缺点 有时候缺点变优点 是不是都有可能啊 所以其实是因缘的问题哦 用因缘来看会看得更准确 更正确 而且更细密 能不能理解 所以这个叫中到不二 不落二边 落二边都是极端的 所以是不是就应该不落二边啊 这才能够超越世间嘛 世间是不是都落在二边啊 是不是落在相对的两边啊 这样理解吗 我们在世间之所以痛苦烦恼 也因为落在二边 而要解脱 世间的痛苦烦恼 就是要从因缘法来看 就要从因缘法来看 这样能理解吗 所以所谓的不苦不乐 也是这样子看哦 为什么会苦 原生力量强 为什么热 原灭力量强 中间有没有界限 没有界限哦 这个叫做不苦不乐之中道行 不落二边 把它关掉 这个就叫不苦不乐之中道行 这样懂吗 我们现在在讲什么 中道 再讲中道哦 再讲解脱道 解脱道要用什么 是不是从因缘来解脱 身观因缘法的平等性 因为身观因缘呢 能够离相 才能够离 脱离对相的什么 执着 脱离对相的执着 所以这个叫做不苦不乐之中道行 那这种中道就是 以智化情的生活 不是用阻断的方式 像大雨治水一样 是要疏通 不是用阻断的方式 不是去切断 我们的心能不能摆平 透过因缘法 才能够摆得 究竟的平 而不是透过现象来摆 透过现象 这个来倒 那个来倒这个 然后骂那个也不对 说你也不 光是讲对象本身都不对 其实应该要去分析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有很多种的因缘的问题啊 这样理解吗 是因缘才能够化解 我像本身 如果从我像来解决 是永远生死轮回 是不是要无我 才有机会跳脱出来啊 要有无我的 的这种智慧啊 所以以智化情嘛 这是不是就是以智化情 不落二边 我们若落于二边 我们的情绪起伏很大 就会有情绪上的起伏 因为因缘法充满了平等性 所以呢 若在生 圣者就告诉我们 看到人的生 不要太高兴 因为那是痛苦的开始 对不对 看到一个人死亡 说也不要太难过 他是痛苦的结束 是不是这样 好 我们现在虽然是有生之年 但是我们迈向什么 死亡的方向 一旦死亡的时候 我们又说他往生 往生啊 是不是又迈向生的 所以一直都是生中带灭 灭中带生 其实我们的生活 正确的生活要怎样 苦中带乐 乐中带苦 不是极端的苦 不是极端的乐 这个叫中道 也叫做以智倒情 我们的情感 好 因为我们的情会怎样 着于现象 就会起伏 躁动不安 而所谓的智慧 所谓的智慧就是 他的起伏会变小 会变小 会知道 其实这两边等同 所以看到人 人数增加不用高兴 看到人数减少 是不是也不要难过啊 有增必有减嘛 有减必有增嘛 对不对 其实是增中有减 减中有增啊 所以如果用这样子的心情 去看股票市场的话 说账中有跌 跌中有战 到底能不能赚到钱 就看有没有福报 其实中归还是福报的问题 怎么算 其实都算不准 股票分析师 他如果那么会分析 他一定都稳赚不赔 可能吗 不可能 往往都是 什么时候 不得不出手 如果福报大 正好在涨的时候 福报差的就正好在跌的时候 也没办法啊 这样理解吗 所以我们 世间法是不是都在 相对两边里头打转啊 如果很着象的话 千万不要进股票市场 对不对 心脏够没疼掉 有的人 他就讲 有个居士他退休以后 他说 他没有 他不敢再投票 投资股票了 他不投资股票的时候 他说我看清楚了 当时候他在投资的时候 他都看不清楚 因为我值在其中啊 这样懂吗 不是鼓励各位去投资啊 可以投 可以投资不可以投机 投资是说要放长远了 不要跟着他仗 仗跌在起伏 对不对 乃至于说那是闲钱放那里还可以 万一不行了 不至于影响生活 不要所有的全部都紧给他放下去 万一血本无归可麻烦了 那用这个来做比喻 能不能理解啊 所以 跌与仗是不是非常复杂的 其实是 跌中有仗 仗中有跌的 跌仗之间 能不能划出一个界线来啊 没有办法 这样理解吗 所有一切是不是都是因缘法 在排列组合啊 不断地在排列组合 所以这个就叫做中道不二 中道不二 所以我们这里就讲嘛 佛以中道行为正 这念什么 古 为最核心的 是不是就是以中道行 就是以中道行 但是呢 当时候的根基 其实一直都有这样的根基 这是人性啊 我们难免会偏在什么 偏苦偏乐 偏账偏谍 偏生偏灭 是不是 我们容易执着嘛 我们也会偏什么 偏在家偏出家嘛 所以在家人一样可以修行啊 不是说在家人就是在家人 出家人就是出家人 现在大家融合的机会 是很大的 那在信仰上 在信仰啦 修行啦 证悟来讲的话 没有在家出家的差别 只要有心 是不是都可以修行啊 都可以证悟的 只不过 一般在家 为什么会在家呢 会比较偏在乐恨 为什么会走上出家 这条路呢 可能会比较偏在什么 苦恨 所以呢 这一段的最后也讲 顺 顺色乐行者 在家修行嘛 对不对 在家修法行 顺色苦恨者 出家作杀本 有没有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凡夫 毕竟还是凡夫 难免会有所偏 但是我们知道偏的话呢 慢慢慢慢 是不是要调整啊 实际上是应该要调整的 所以这里就讲到 只要有出离心 只要有出离心 过着不过分的重欲 不过分的苦恨 的重道生活 都是佛的弟子 声闻弟子 尤其 愿意走 解脱道的 佛弟子 叫做声闻弟子 声闻弟子 因为我们现在这一章 所要讲的是什么 以声闻为当机者 那在这中间也讲到 所谓的沙门 沙门是什么呢 勤习的意思 勤修戒定慧 习灭贪陈池 名为沙门 所以有时候也要把定义 弄清楚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 这个是在家与出家的差别 还有呢 独住跟什么 共住的差别 此或乐独住 或乐人间住 所以以我们这一章来讲的话 因为以声闻为主的时候 就会比以什么 出家众为主来说 但是 是不是也包括在家的声闻弟子啊 在家人是不是一样 还是可以修解脱道 一样是可以的 好 那以出家人来说呢 有阿兰若比丘 阿兰若比丘就是会住在山林旷野 总监树下 简陋的房屋草屋 那么 他们会比较重在自我的修持 少事少业少烦恼 又名为无事比丘 那这里也讲到 这种独住的比丘 比较自立心重 急于休息残观 所以他们会比较离群所居 属于独住根性的 但是也有一些呢 爱乐人间住的 叫做人间比丘 人间比丘 那是大众和和共住 不离僧团的 他是可以游行人间 随缘在人间来教化 一样也可以精勤修行 过着集体的生活 并且也跟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就是不是离群所居型的 在出家人里头 是不是也有这两类的 在人里头 有在家跟出家的分别 出家又有什么 独住跟共住的差别 但是以佛教的发展 主要是人间比丘的功德 也还好有人间比丘 是不是也在让普世的大众 有机会学习佛法 所以呢 这种独住 但是人间比丘当中呢 那么以佛陀在世的时候 其实佛陀带领的僧团 也比较属于人间比丘 出去脱波 把佛法一方面 出去脱波呢 能够起食来养色身 但是也要起法来养什么 慧命 要把佛法传播出去 传播出去 所以也称为人间比丘 人间比丘 却是 佛陀也制定说 要结下安居 独处三个月 这三个月要怎样呢 要充电 要用功修行 所以也不尽然全部都在 这个 就是在愧闹当中 所以呢 有时候也需要怎样 这个独处 对不对 所以独处跟共住 是不是也是 来讲的话 也应该要不落二边 而我们世间法 是不是都常常把它切成两边 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以致化情的话 是不是就是要知道 因缘法 它是不落二边的 那独处的话 最主要是要内心 离烦恼而住 不然的话 如果没有离烦恼而住 纵然身体 离着溃闹而住 却是内心没有安定的话 是不是也 也不合啊 那如果心地很安定 安静解脱 不管独处也好 共住也行 是不是还是内心的问题啊 内心 要能够调色身心 尤其是心 所以会有独处跟什么 共住的差别 或是随性行 或是随法行 也有两类的 那么这是在家出家都一样 不是限于出家还是在家 也就是所有 所以生文地址 是不是在家出家都有啊 那么有或是随性行 或是随法行 那这里就讲到随性行者呢 是什么 顿根 随法行者是利根 随性行者就是会比较重在信仰 比较不重道理 那在随法行 法随法行 在法上 是因为 所谓的法是佛陀教我们 宇宙人生间的什么 真理法则 人生的游戏规则 我们如果能够想得清楚的话 那么很多事情 我们会看得更清楚 不仅利益了自己 其实还更有能力去利益他人啊 对不对 那这是属于什么 利根行的 利根行 但是呢 这两者说实在 是不是也应该要不落二边啊 是不是应该要性质合一 也不能只有性而无质 也不能只有质而无信 对不对 虽然我们刚开始会偏 之后是不是就会知道 我们缺什么 所以我们往往 比方喜欢听经文法的人 不大爱参加法会 喜欢参加法会的人 又不大爱听经文法 有没有这个现象 有 这样子全不全啊 这是不是落两边啊 是不是要不落二边 不落二边就很重要 这要调整自己 我就是爱听经啊 我就是不要参加法会 那这样也很难 就说没有办法培养宗教清朝 但是也不能都只有参加法会 我就是不要听经文法 那这样也不好 对不对 有信而无质 会怎样 增长鱼痴啊 有质而无信 会怎样 增长邪见 会自以为是 我都明白了道理啦 不用佛陀说啦 而且那个慢性会出现 我学的比别人都更多 我最厉害 那是错的 那是不是还是以自我为出发 其实我们真的深入经账的 正确的 就会越知道自己的不足 对不对 是不是更知道自己的不足啊 学的正确呢 会知道我们的果位很低耶 学的不正确 以为我们果位不知道有多高 已经快要成佛了 下辈子我就要成佛 那是因为不懂得法 这样理解吗 所以我们果位虽然低 但是要靠着宗教情操 才可能坚持 信仰本身是培养宗教情操 很重要的来源 那才能够生生世世 不断地怎样 往上提升啊 如果没有宗教情操 没有信愿的力量 是不可能一直不断的 那当然最好的就是性质合一 这是不是还是不落二边 要能够不落二边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虽然在现象上 会有两边的现象 但是我们就要知道 要怎样 要不落二边 要能够不落二边 好 那所以呢 在法型上面 在法型上也是 比较在会学上 在法型上 也得要能够 听师长的教导 加上自己的观察 推求参政经论 有深刻的理解 才可能深信不一样 一方面也是 加强我们的信仰 但是 还需要宗教情操的培养 那就是法会 禅期 佛期 那种气氛 不是语言所能够表达的 所以有时候会参加法会 而非常的感动到痛哭流涕 有没有 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啊 为什么会痛哭流涕 不是因为那天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是 我们自己也讲不上来 其实那个就是 能够去触发到 我们的素式善根因缘的 萌发 庄严的法会 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庄严的法会 能够唤醒了 我们素式的善根因缘 我们就会觉得 好像自己流浪生死 这辈子 虽然很忙碌很忙碌 但是是不是也是 有点流浪的感觉 因为不知道 何处是医户 那这个往往都是什么 信愿 所以我们说 皈依本身是不是 信愿为体啊 你不起信仰 没有宗教勤操的话 不会去想要这样 但是一旦 不皈依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留 还是会漂流在佛门之外 还是会漂流在佛门之外 都不算入门 不管学几十年 佛法的可贵 它不是世间法 说我很能够去跟人家辩论 佛法拿来辩论吗 不是 佛法拿来修行 佛法是拿来修行的 所以要能够 信质合一的最理想 就看我们缺哪个部分 是不是应该要自己去补 自己不补 没有人能够帮你补 对不对 是不是要自己做决定 那这个是别序 是不是有这三大类的差别 现象上的差别 那都是因为有所偏重的缘故 那么当然现象会有所偏重 但是我们每个人 修行 修行者本身 如果想要学习佛陀的智慧 佛陀的智慧就是帮助我们 能够解脱世间的舒服 那解脱也是一种超越 那也是在超越自己 不然的话我们是不是 一直都在凡夫性里头 我们要去超越自己的凡夫性 学习着超越 学习着超越 才可能将来有一世 累劫累世的修行 第一大欧生期节满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超凡入生 真的到了圣者的地位 如果我们自己都如如不动 我是凡夫就是凡夫 那就不需要 那个要进步是不是就很困难 因为自我执着很严重 所以就应该要怎样 要性质合一在一起 难免 就说难得的是 愿意从法 从佛法 从会学入手 说实在 在佛弟子里头 算是比较少数的人 根基好的人 有没有 法行者是不是立根者 千万不要抛弃 信仰的加强 信愿的加强 参加法会 参加法会 并不是说一定要参加这里的法会 哪里的法会都可以 正信道场的法会都行 那是为了培养什么 宗教倾草 培养我们的信愿心 好 那这里 这一段有个结语呢 就是说 虽父种种性 同修出离心 好 也就是发出离心 有声闻 有圆觉 也有菩萨 菩萨一样 是不是要发出离心啊 发出离心 其实是求得智慧的全缘 如果只想在世间法 其实也不需要有什么智慧啊 就是一味的信仰嘛 一味的依他利而已啊 所有的宗教 几乎都离不了神教色彩 那 透过神教色彩 往往都是 当人的时候 当人有困难的时候 是不是去求神啊 帮助我们 过渡那个难关 甚至说 你让我过渡难关 我就怎么样来谢神 有没有 有没有狭心啊 那有点谈条件 学佛不是这样的 学佛是来学佛 明白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困境 对不对 那当然有时候急了 那么也可以 急有急的方式嘛 但是重要还是什么 平常 我们是不是要知道这些道理 避免将来 又去汇集了很多的困境 对不对 所以这些道理呢 佛陀完全的 佛陀完全无私的来教导我们 为什么会有私 是凡夫才有私啊 对不对 自私嘛 佛陀完全 那个一点杂染都没有 来教导我们 所以有在家出家的差别 有独住共住的差别 有信行人 法行人的差别 但是 虽负种种性 同修 出离行 往往就是 愿意从会学来入手 愿意法行 从法来怎样 实践我们的人生 重视会解脱 重视会解脱 所以佛教 来学佛的话 要修出离行 因为我们这一章 三圣共法 是不是专门在讲 出离心之后的出离行 不是在讲菩萨道 但是菩萨道 是不是也要有这个基础 所以以三圣共法 主要不管是任何的 偏重 但是都还算是有慧根 想要修什么 出离行 想要知道如何的来解脱 我们在世间 受到时间空间的束缚 受到 那个现象的束缚 我们是不是一直 受到现象的束缚 执着现象 但是这个现象 却又怎样原生原灭 我们是不是很难去掌握 乃至到受到什么 生死的束缚 这些是不是都得要有智慧 所以以三圣共法 不是很好读 不是很容易懂 是因为它重在那里 智慧 但是并不是说 就不要慈悲心 不要信愿 是不是都要啊 三者还是要合一 只不过以三圣共法来讲 要针对智慧的这个部分来说 好 那这个是在科判表里面 针对人的根性 在法的方面呢 先明中药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解脱道 是生文法 所以在法上面 是不是要四圣地啊 前面就讲嘛 佛陀为生文说四圣地 对不对 为圆觉说什么 十二因缘 为菩萨说六度万恨 所以四圣地 之前的宗药 明宗药 所以佛说解脱道 四地语言起 圣身诸佛法 由世而显世 佛陀所说的解脱道呢 无非就是 生文跟什么 圆觉嘛 是不是生文圣跟圆觉圣 为生文说四地 为圆觉说圆起 十二圆起法 那这些其实都离不了 因缘法 不是只有现象 人天圣法可以比较在 现象上来说 但是其实也在储备 储备因缘 储备将来能够解脱 所以也等于 在人天圣法里头 是不是也多少讲到因缘呢 但是我们现在来到了 三圣共法解脱道上呢 就要专讲因缘 才跳脱得出来 所以一旦讲因缘的话呢 这是圣身诸佛法 是圣身诸佛法 这个由世而显世 主要呢 那么 其实都讲在因缘法 那以生文法 当然就是以什么 苦极灭道的四圣地为主 四圣地为主 所以呢 要去 要能够体会真理 因缘法 就是佛陀教导我们 宇宙人生间的什么 真理法则 要能够体验真理 才能够得到什么 解脱 在我们这个是第144页 有的人可能是在162页 中间这里 有没有 体验真理 是不是才能够得到解脱 所以呢 也就是要透过因缘法 要透过因缘法 所以呢 真理法则也就是一种 必然的规则 鬼律 鬼律 那这个也是透过 缘起法跟什么 四圣地 四圣地 尤其是四圣地 因为 解脱到以生文为当机者 生文呢 就是清闻佛法的真理 叫名为生文 如同我们现在 是不是也在生文佛法 只是还没证过 所以我们仁天圣 是不是也要有生文的基础 也一样 因为叫做什么 五圣共法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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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